台南东山区在日前发生了一起车祸 骑士受伤但汽车驾驶却是肇事逃逸 警方发现这辆车是东山区公所的公务车 群线追查发现驾驶就是东山区长吕黄南 他说第一时间不晓得撞到人 回家之后发现车子有撞击的痕迹 立刻回到现场但为时已晚 目前市府已经展开调查 在陈楚出炉之前先调整他的职务 明昭开车行经东山区南三一四线道 看到前方有机车横躺在地上前查看状况 发现有人倒卧在旁赶紧叫救护车 发现患者他就是四肢有多处的擦伤 那脸部也有擦伤 骑士上的不轻痛到爬不起来 但还可以说话称自己是被车子撞到 但对方已经逃离现场 调业相关资料佐证 锁定涉案车辆落叶查记 警方发现事发前有一辆白色旧车急使而过 确认是东山区公所的公务车 而当时开车的人竟然是区长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我撞到什么东西 他就空格一声 然后我听我车上的国语老哥 然后我就直接就这样开着回来 但是我回到家发现车子坏掉 有在折回去现场 有在关心 但是为时已晚 张旗事件就发生在12号晚间11点多 当时旅黄南开着公务车 说不知道第一时间有撞到人 事后有折返现场 但却是在隔天下午2点多才主动投案 相隔十几个小时 就被质疑是否酒驾才赵涛 我自己都接近快喜顺的人 我不可以喝酒 除了接受法律的制裁之外 这个行政上我们也会做人事的调整 将来或许会建立弥补歧视 因为涉嫌赵氏逃逸 区长除了被调离职务 还得面临三观刑责 记者在台南的采访不到 我以为调整理的调整